請問市長怎麼看有聯合醫院的醫生質疑 台北市的精準疫調根本不夠精準 虎林街的加護確診是靠著醫生自己本人抓出來的 另外還有台大的醫師施錦中批評台北市乘坐疫調不匡列荒腔走板 請問SOP哪裡出了問題 這個我很少 直接在臉書上去上去留言你知道 剛才有在那個 陳昌宇醫師的臉書有留言 你知道Toyota就風田汽車 他們公司的 提倡的叫TQM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全面品質管理 他的意思是說如果我們開了一家公司 從董事長到掃地的工友 每天都在研究說怎麼做會做得更好 都願意去多做一點 這叫全面品質管理 這家公司就會變得非常好 所以不是只有 公司是不是只有董事長要努力 連那個工友 掃地的工友都在研究說 廁所怎麼刷會比較乾淨 如果有這種文化的話 這個工資才會進步 所以事實上 我非常感謝 你知道 我們這個 聯誼的醫師 他不會說我就是 只負責我的業務 其他多做都不願意 他願意 多去注意 多去通知 其實他就把一個可能的 傳遞鏈 那個傳染感 那個感染鏈就打掉了 所以我們一定要每個人 願意 多關心一點 做照的朋友 願意多做一點 這樣才能夠把 散布管地帶把它抹掉 不然的話 這個疫調系統 永遠沒有辦法 完整 所以非常感謝說 我們的醫生 你知道 我很少在上面留言 我說這個我們要謝謝你 願意去多做一些 至於施警忠醫師那個 這也是給我們一個思考 就是說 其實你知道 我們台灣怎麼會 有時候叫縱口授金 積非城市 就是說那些名嘴名代每天在那裡造謠 講到最後連知識分子都會相信 我常講說 1933年 希特勒不是武裝政變上台的 希特勒是德國人民用投票的方式 選出希特勒上台 你知道 人家說當時那個納稅的宣傳實在是太厲害了 所以 過去有那個叫政教合一你知道 成何幾十你知道 台灣社會是正媒合一 這種正媒合一的政體實在是 也讓我們開著眼界你知道 就是說 每天這樣 這樣做假信 講到最後連知識分子都會相信 這實在是 可怕 這是我們台灣社會要去反省跟思考的地方